简单来说,这件事情可以完全地理解为 relationship is the key to success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Anson 欢迎大家,九位的频道,我已经很久没有拍片了 我差不多连我的intro都忘记了怎么说 为什么我今天会突然拍片的原因呢 因为我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我用有趣的词语,现在比较好 就是我在IG,前两天突然有一个中学 就是我中学,他开了一个专用筹币来追踪我 我不怕跟大家说我是哪个中学,我是SBC 这个项目就叫SBCTilter 我一开始都没有认真地看这个项目的 因为我看到他有一个项目的认真地看 但是呢,昨天我看到他追踪了我 还有很多人在分享 我好奇究竟这个项目是做什么 所以我就特意去看了这个项目 然后呢 我越看就越有更多的疑问出来 究竟他是在做什么 因为呢,他很奇怪 我觉得很纯粹 但是,我们一间呢 先慢慢讲他的那些伏位 我特意写了笔记,有几页子 首先说明先 今天我所讲的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意见 虽然我也跟有其他人聊过 但是呢,我不会讲他们 虽然有些人都给了少认识我 但是呢,主要的全部都是我的意见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一起讨论一下 就记得一下留言 或者你觉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 那你也记得一下留言 不過我們馬上出發,馬上來看看這個SBC Tutorial的項目 究竟它有什麼復位 首先我們第一步,專門拿回我的份錄示像 首先我們去到第一步,就是它的第一項項目 你看到它的簡介寫著 SBC專用尋寶,夫人家長,導師,學生,DM,查信 這兩句都沒有問題,我們要讀第三句 我們是一班聖波羅宣的畢業生 希望為聖波羅在校生提供更高質素的補習 由這裏就是我第一個疑問,究竟什麼叫更高質素的補習 首先,我自己來說,我覺得聖波羅的老師都可以教的 補給人好,當然每一間學校都有一些沒有教得好的老師 我覺得,如果他講得這樣,他覺得他的老師不好 而他們出去補習,他們拿到這麼好的成績都是出去補習 那為什麼他們會覺得自己幫人補習的成效更高於出去補習呢? 他們覺得自己比外面的名師更厲害 因為我聽到很多人都是讀好的名師,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他的前面,他開始覺得他很奇怪 他什麼服務承諾的三小時內,其實不太重要 因為我專門看過其他跳拖的專業的頁 其實他們都沒有寫什麼,只有這個頁 不過不要緊,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看第一個和第二個貼文,因為他只有三個貼文 第一個貼文,他的圖已經比較簡陋 不過不重要,注意現在 他提到HIGHPOLIGANS,本平台有意為在校生做人配對 由熟悉學校運作的人單位導師,提供更適合學校課程的教課 由本平台的現證,接受導師報名,歡迎有意嗎? 他這段是重點,目前他們決定將所有利潤捐給現證受打壓的蘋果日報 支持他們繼續做好新聞,一句是書面語,一句是口語 然後最後就是中學生和家長如有興趣,找補習老師可以DM查詢 然後他第二個貼文是講GCE的,記住要填 以後下又叫你,他說會捐錢 你看這兩個貼文,可能我不講,你都覺得沒什麼 但是你看到第一個貼文,他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介紹 他對這個頁面,他基本上沒有,只是本平台有意 其實他沒有說過自己,無緣無故為何開這個頁面 是很奇怪,突然有這個頁面 好像我有一個頁面說,我幫你買衣服的 但這衣服可能是大陸淘寶來的 然後我就收你二百元,就是完全奇怪 然後第二句,他就是由熟悉學校運作的人 以及提供更合適學校課程的教學 那我就不太理解,由熟悉學校運作的人 答不到導師這句,跟補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相信,學校的課程其實都是圍繞著DSE的課程 但是,你熟悉學校運作又如何呢? 我相信很多老師都很熟悉學校的運作是怎樣的 但是,他們也有些弄得好,有些弄得不好 其實他們的關係是沒有的 即是完全是,純粹亂打一句話,覺得好像是 然後呢,他不知為何,第一個頁面就馬上叫人 很急地叫人填荒著導師 然後他還叫人高中冷門科 其實他的鋪呢,他鋪了頭兩個鋪,他不停叫人 然後我就不明白了 然後,他呢,再強調了全部利潤給蘋果的鋪 然後兩個鋪,其實他第三個鋪也強調過第三個鋪 我們之後才說,因為他們不是很重要的第三個鋪 那麼呢,這裡,頭兩個鋪,我們會看到他為何這麼急呢? 就不懂了 然後呢,我講到利潤那裡 我們其實現在就去到第三個鋪,我想說 其實他呢,這個頁面,你會看到這個頁面 你會看到其實他沒有說過任何東西,什麼叫利潤 那從我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和我的朋友 聊過都覺得利潤就是他的收入 減回他的成本,就叫利潤 他說將利潤捐給這個打壓的蘋果阿波 利潤是這個字眼的 那從我的角度來看,收入就是他的中介費 不然他怎會有收入呢? 那問題是呢,這個頁面呢 是完全沒有說過他的中介費是多少的 而他的成本呢,都是沒有說過的 簡單來說呢,我首先和其他一些專業的頁面 比較一下,其實你都會很清楚地發現 在他的主頁那裡,現在你會看到 是寫明了,只收導師一兩堂學費作中介費 或者他有一個定額收入,為什麼外面有一個扯下兩個 就是你會看得明白,這些是一些很fixed的價錢 但是在這個頁面,他什麼都沒有說過 那從我的角度來看,我自己就覺得 他這個是其實一個很服的位置 他是一個灰色地帶,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你的農民是任你搬的 他可以,你的中介費是多少呢? 他可以各個不同的 可能他收一堂一個小時 然後他收一堂兩個小時的費用 其實各個不同的,你都不會有人知道 這個位置,所以就是很奇怪 而且成本呢,是任他搬的 可能各個不同也可以 可能有些人一百塊的 又可能有些人二百塊的 那你變相,其實整件事是 他玩了 就是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們在同一間學校出來 或者正在讀 為什麼你要用這樣的方法來賺錢 就是我,如果他不是賺錢也可以 因為其實我也有問過一個朋友 他有參加到這個SPC Tutor 他就說,他跟我說 是頭兩個小時做中介費的 全部都會給蘋果 但其實我看得出他也不太清楚 因為他也不太清楚 他也不太清楚 如果要用他這樣的說法 那是不是這個SPC Tutor 是完全沒有收入的 這個SPC Tutor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也說到什麼 把所有利潤給蘋果 就是他想捐錢給蘋果 但是問題是 他專門用一個方法 令自己辛苦一些 但是他又沒有收入的 而如果他的目標 是要支持蘋果的話 那為什麼他不叫人 直接捐錢給蘋果 而要經過Page給蘋果 這個問題是 其實大家 任何一個導師 當然我會參加 他們是不會知道 其實是否真的會給完 因為照計 正常你都知道 不會逐個逐個給 是一大堆數捐給蘋果 對不對? 那那個數其實是怎麼來的呢? 都沒有人知道的 然後Page 自己一元 都沒有給過蘋果 但是他就可以說 自己有捐錢給蘋果 簡單來說 他是用一個免費的方法 幫自己宣傳說 他們是一個黃色的店舖 但是其實他們一分錢 都沒有給過的 大家是沒有聽錯的 那重點 那重點我是想說的 其實是 我覺得虧錢給你都不是最重要 而是 為什麼你要用這樣的方法 來騙騙騙 而 第二 就是你似著 你可能是我們同一間學校 就來 拿錢 說假裝了 可能他不是假裝 他真的這樣做 但是我真的不怕 然後呢 到第四個Point 就是 整個Page 你會看到很簡陋的 其實你看看那些圖 是 就這樣拍照 拍了校章 也沒有收拾過 第一個圖 是完全不清的 又是起碎的 第三個更誇張 他說的 立法學院 連《Hong Kong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那個字 都被人剪掉了 我也不知道怎樣做到 他的故事 更加是 完全是 那些字體又不漂亮 有些圖 又應該不知哪裏 不知哪裏 然後呢 他的圖片 整個細節的細節是零的 我想說 他可能是自己有的 但我看不到 首先我剛剛已經說了 價錢沒有細節 而第二樣東西 沒有細節 就是配對方法 很神奇 那些東西 那麼呢 他是沒有說過怎樣配對的 學生和導師 究竟是Page幫你配對 還是他好像其他 就是我看的那些專頁 我今天看了很久 還有我想了很久 我看到一些專頁 都會打光 每個Tilter的資料 在一個報告中 給人DM 就是他們會看完這些資料 我錄出來給大家看看 例如怎樣怎樣 但是呢 剛剛我的朋友就加入了 但是呢 你看到這裡 一個Tilter的報告都沒有了 然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他在那些報告中寫 中學生或家長 如有興趣找補習老師 可以DM查訊的 那是什麼呢 如果照這句話的字面解釋來說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找他們 但是 這件事是不是 就是他們會幫我們配對呢 因為如果不是 你也不知道 你想找誰跳拖 那找他們做什麼呢 那就是他們配對 那公平性呢 我又很質疑 對整件事 那所以呢 公平性這件事 就是我們第五個項目 那第五個項目 這個公平性呢 首先 我不知道這個項目是誰開的 所以我也不可以再進行 但是 我舉了兩個例子出來 首先 A和B兩個人 A和B都是這個數學五星星 但是A就要200元一個小時 而B就要150元一個小時 那如果作為這間的SPC Tutor 那為了更多利潤可以賺錢 如果他真的說到他這麼想付錢蘋果 那他一定會選A 但是問題是呢 A和B兩個人不知道其他人 就是不知道對方是收多少錢的 但是其實這件事就是很不公平 如果他們兩個都是來找條拖 但是他選A 而不選B 就是這件事不選B的話 那變相他們不是 就是他們這個項目 自己選一個人去搞 那他們一定可以拿多些錢 是不是這樣解釋 然後呢 就是因為對方不知道要求薪金 而X是知道的 就是這件事是知道的 因為我看過他的報名表 你要寫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我先找一下 你是要寫這個理想補習價錢時薪的 所以這個項目是知道大家想要多少錢 他可以列列排了大家想要多少錢 但是只是這個項目 而他那張報名表很奇怪 他又要你給電話號碼 又要給IG名 我真的不明白 他還要IG名和電話號碼 兩個都是一定要給 那為什麼要給IG名呢 然後呢 繼續講這個公平性的問題 除了剛剛那個之外 然後我又舉了一個例子 C和D 如果C和D都是英文的 不正性 兩個都是需要一樣的價錢 只要英兩個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C是跟這間東西的負責人 是熟一點的 而D是跟這間東西的負責人 沒有那麼熟的話 那如果這間東西 不斷給那些學生去C 那整件事就是很不公平 但是正常 我們用一個很理性的角度來想 其實說真的 一定有可能發生的 如果真的有個熟一點 你一定想他 大家是朋友的 你一定會先給他 所以整件事 其實他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指示 或者任何的方法 或者任何的講解 究竟他整個流程是怎樣的 他的透明度基本上是零的 這間東西 但是 我不知道 然後真的很不公平 整件事 簡單來說 這間東西 可以完全地理解為 relationship is the key to success 完全是 大家一樣 然後去到第二個點 最後 我知道大家聽了我 說這間東西復很久 不過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 如果大家不明白 就不要緊 就是 這間東西 其實我某程度上 就覺得他是利用SBC和黃色經濟圈 來賺錢的 說真的 其實很多人追蹤 全部都是 因為 他們看到這間東西 好像我們學校的 然後就追蹤了 現在有106個人追蹤 和109個人追蹤 其實 人們有個心態 就是看到自己這間學校的東西 就分享出去 他們不會去想一下 究竟整件事是否合理 但是問題是 我作為 一些學渣 雖然說得有五個 但是我不會去 而 我 比較深刻看這間東西 我是覺得 整件事有很多的復位給我們 而 他只是利用了這兩個名字 來 賺錢 又不是賺錢 他說要捐錢 但是 真的很奇怪 不過 對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這間東西 比較多復位 所以希望 大家不要中復 但是如果他沒有什麼復位 大家真的覺得他沒有什麼復位 我也希望大家賺多點錢 幫多點蘋果 我們支持這個黃色經濟圈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被人騙 還有 就是 我出這條片 不是說想去批鬥 不是想任何人 我只是覺得 希望 用我自己的看法來 和大家說 希望如果這間東西看到我這條片 雖然應該沒有什麼機會看到 他可以 撿一撿我剛剛說的位置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復位 不過 對 今天我想說的東西都差不多 希望大家 以後看IG 或者任何投資的時候 小心點留意 希望大家也不要中復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賺多點錢 以及這間東西可以捐多點錢給蘋果 不過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片 記得按LIKE 有什麼想說 或者有什麼不滿意 或者有什麼你覺得不對 或者有什麼認同 記得在下方留言 我們一起再討論 還有 還未訂閱的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就這樣 拜拜 Peace